在此強調這次聽證會是依法進行 試射新聞專業 非意識形態 證判過程中發現通訊傳播委員會前消信委員 於離職後致該二類電信業者擔任務務定職 涉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第16條旋轉門條款 於日前提起公訴 報告 主席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程序上的問題 你需要問一下 對不起 我們把這個單位處理 接下來請第四位鑑定人 我要對現在的這一個主持的聲明儀 聲明儀會記錄 那我們請繼續鑑定人來發表 我聲明儀我要說明理由 我會聽證紀錄才有好 等一下好不好 請你不要 擾亂 我們照我們的程序進行 我是擾亂 因為叫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我聲明意義的時候 要記載我聲明意義的理由跟主持 我等一下 我說這個單元完成之後 可以嗎 我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要做個說明 可以先聽我把它講完嗎 好 請說 我想今天這個在場的鑑定人都學我專心 我們也很想仔細的聆聽 現在已經講了三位鑑定人 我看主席都有看到 都有在看他們的一個資料 可是我們幾位參與的人 首邊都沒有他的一個報告 在我們沒有報告的一個情況之下 等一下要進行這個案情的這個尋答 我想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辦法在這種程序之下 能夠完整的聽完之後又有辦法問問題 所以呢 被人建議說要不然就是現在暫時停止 我們針對前三位的問題先來做發問 或者是資料讓我們了解 我們才有辦法去做一個這個說明或是質疑嗎 好 我們請業務單位準備鑑定人的資料給那個當事人還有利害關係 那是不是準備給我們之前先停止好嗎 因為我們要看啊 是 我們同時準備給禁訴給那個 那是不是請下一位 下一位這個鑑定人說 同時鑑定人同時進行 進行陳述 那請業務單位準備資料 馬上準備資料同時給 好 繼續 主席 我想跟主席做個兩性的溝通 今天我們都是等鑑定人講完話 我們才講話 我剛剛已經再一次 還有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意義是當事人的權利 好 我剛剛已經開始 等鑑定人陳述完之後 再做後續的程序 主席 你應該依照行政法 公正的主持 是 很公正 謝謝您 那你應該聽完我講話啊 請鑑定人陳述完意見 我剛剛已經採事了 這個階段完成之後 再做其他的 那個 那你現在針對我的意義 好 先請鑑定人陳述完 是做駁回 對於駁回 要是不是把它解關 就是駁回 挑戰